各位鄉親,大家好,我是丹建華,歡迎收看禮拜時的台灣生活新聞 今集高雄發生,整個火力比酒家農到的事件 民眾普遍都認為酒家必須在冠軍來修法 對處台中市努勞宣言表示贊成 以此出台中市這三年嚴格出地酒家 施落到來為它酒家致死數量下降的聲音 雖然你這個來臨,市府也正在下車進行到罪犯專案 加牌警員、加強警察、人檢,守候三次的安全 警察要對南主來進行酒車,要來認識開車的人 每一年認識都是人的暗警是越來越多 造成很多家庭的破口 有民眾的懷疑是政府發料不夠當 希望可以趕快來修法 我覺得現在看到很多酒家出現在新聞上面 然後就覺得晚上走在路上的話會特別危險 他們這樣還是會再犯 就可能把他們駕照永遠扣除 我們贊成,我贊成 因為我過去擔任立法委員 所以對於這種一犯再犯,尤其累犯的 我覺得應該要加重其刑 但是應該加到什麼程度呢 我想社會上應該有些對話跟討論 台中市長也表示人檔 人酒開車的慮喚應該要加重其刑 他也表示台中市為今年一月到九月份 比到今年是六都裡面 酒家造成失望的案件為日下降的消息 九十二位二十七號的期間 也已經加重出地 但有立法華的美照 從今年十二月一號開始 我們沒有等春安 十二月一號開始 我們就有一個取締罪犯 不是犯罪的罪 喝醉的罪 但是也是犯罪 取締罪犯的專案 一直要執行明年到二月二十八號 所以我們很早就在啟動這個專案 我們不是高雄悲劇以後才啟動這個專案 我們很早就開始啟動了 所以台中市就是因為今年累月 我們一直對酒駕問題非常重視 所以我們是唯一六都 那酒駕造勢事件下降的城市 過年要到了 市府十二月初已經開始掃毒水煩的專案 安排近日來加強出地酒家 一直到明年幾月底 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過好年 記者熱門 美台中 蔡芳博德